这男人正在喝水 下一秒 他就在吃沙子 男人觉得 一定是自己喝水的姿势不对 于是他又大胆的再次尝试 可瞬间 男人又在吃沙子 而且每次吃沙子的量 还越来越大 男人彻底疯了 他觉得这里的水 一定有问题 于是 这次他就直接越过了小溪 打算和这里告别 很快他就走到了公路 还幸运的碰到了一辆小汽车 一上车 好心的小哥 就递给了男人一瓶水 男人想都没想 就干了 下一秒 这哪里是吸水有问题 是哪里的水都不能碰啊 这也太可怜了吧 强大的求生欲 让男人又开始想逃离这里 可等他再次走到公路上 来下一辆车时 却还是那个人 还有熟悉的动作 小哥又递给了他一瓶水 男人直接疯了 终于 男人回到了家里 可还没来得及高兴三秒 就听到水龙头的滴水声 横竖都是死 但不能渴死 于是他拧开了水龙头 加了一整杯水 还放上了冰块 男人用最后的倔强 决定挑战他 他小心翼翼的把手 沾上点水 就放进了嘴里 咦 居然啥事没有 他又开始尝试 嗯 还是没事 最后他喝了整整一杯 居然也没事 于是他放肆的 跳进了泳池里 可下一秒 男人又从沙子里钻了出来 真是凄惨无比 原来一切都是他的幻觉 十天后 男人快被渴死了 这时路过一个女人 男人想和他要瓶水 女人却骂骂咧咧的 表示无事 突然 那你们知道 女人到底去哪里了吗 这个杰斐可不得了 曾经是个冷酷的杀手 一个连的军队都抓不到他 但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 这天他打结了一家银行 可刚准备驾车逃跑 突然 原来他把车停到了 一个奶奶的车后 奶奶受到了惊吓 结果把倒车踩成了油门 好不容易苏醒过来 一群佛波勒又围住了他 眼看杰斐拒不投降 佛波勒发起了进攻 谁知杰斐如此彪悍 火力十肥凶猛 此时老奶奶孩子拼命的倒车 不停的碾压杰斐 但佛波勒就是占不到一点便宜 于是开始加派人手 还架起了火箭炮 谁知火箭炮还会拐弯 老奶奶被吓傻了 杰斐趁乱跳上了奶奶的车 老奶奶瞬间学会了飘移 窜了出去 杰斐接过方向盘 开始玩命的逃跑 佛波勒也是死命的追 眼看前面出现了一只小公鸡 杰斐一个大斗 跳下了阶梯 突然奶奶发现了马尼 瞬间幻想自己变成富婆的样子 那真是幸福无比 奶奶瞬间眼前一亮 她拍开劫匪的手 像李显的剑一样 换了出去 眼看就要掉进海里 奶奶一个急速打断 化险为夷 这时警长派出了坦克 势必要抓住劫匪 但奶奶的开车技术 也在这时 飙升了不是一个党的问题 眼看前面驶了一辆火车 奶奶怒了 硬是猛踩油门飞了过去 警察却被死死的拦住 但万万没想到 佛波勒早就在前方布置了特种兵 危机时刻 奶奶又一个转动 将车驶入了一个小巷 却突然停了下来 随后佛波勒迅速把他们团团围住 谁让奶奶一脚油门 将车驶进了大海 在栏杆的巨大冲击力下 车子被撞得稀巴烂 奶奶拼命地抓住了钱袋子 被惯性送到了河对面 而劫匪却因为腿太长 被护栏弹了回去 最后被佛波勒抓住 送进了月球监狱 而奶奶却找到了新的男朋友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如果你遇到被困住的怪物 可千万不要惹怒它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它什么时候就会跳出来 但可怕的是 它聪明到 可以用谋略来复仇 这只怪物被困在山洞里 整整一百年 因为洞口离地面太高 它根本跳不上去 这天突然一块巨型石头砸中了它 随后更多的石头猛砸下来 原来是一群人发现了它 而且漫骂声不断 因为跳不上去 所以只能退到阴暗处 谁知上面的人却更加放肆起来 日复一日的欺负怪物 只要怪物将头探出阳光处 它们就会猛砸石头 哪怕是露一只脚 它们也不放过 然而它们低估了这只怪物的智商 受尽欺辱的怪物在这天决定报仇 它愤怒地走出阳光 任凭石头砸在它的头上 它反而用怒吼来激怒上面的人 落下的石头越多 它就越愤怒 直到遍体鳞伤 而到了晚上 怪物忍着剧痛 开始摆弄起了石头 原来在白天 一颗石头砸中了它的脚 本来它是替这块石头泄愤的 却让聪明的它看到了希望 于是趁着夜黑 它将所有的石头都堆积起来 自由的这一刻它等得太久了 不懈的努力也让它的爪子变得无比锋利 于是它纵身一跃 一只复仇的爪子伸了出来 所以千万不要欺负老实人 或许它们的身体里也住着一只怪物 沉睡千年的机器人突然被唤醒 却和一只鸟叫起了劲 拼命地向周围发起了进攻 并且目露凶慌地向着城市进发 就在十年前 这里发生了一场战争 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 无尽地破坏地球 一时生灵浮叹 自己也在那时意外陷入了沉睡 几千年后 一只神仙小鸟却把它当成了家 小鸟无聊时就会敲击机器人 并且为它唱歌 突然机器人被唤醒 它重新启动程序 检查了一下身体 但它的刺杀命令也同时被激活 机器人还来不及和小鸟道别 就急匆匆地向着目标走去 一千年后的事件 鸟语花香 就连雨水都无比甘甜 它只是轻轻用力地一点水 一条肥树的鱼就跳了出来 就连毛毛虫都会和它打招呼 原来没有战争的世界是这么美丽 渐渐的机器人忘记了它的使命 用一根根小树枝 来帮助小鸟搭建巢穴 小黄鸟也似乎更离不开机器人 突然一阵急促的琢磨鸟声 把它惊醒 还以为是敌人的机器人 失控地拿出武器 向四面八方扫射 没一会儿 地面又一片狼藉 那只小黄鸟也不见了 只留下被它破坏的鸟巢 机器人十分伤心 唯一带给它温暖的小鸟不在了 它又一次向着目标走去 突然得被什么东西绊倒 原来是它的战友 看着曾经和自己一起 同生共死的队友被杀害 机器人的眼睛里露出了凶光 它要报仇 于是它举起武器 大步向前 突然那只小黄鸟又落到了它的身上 它叼着树枝 再次邀请机器人共同维护和平 小黄鸟想要治愈机器人 更想要阻止它前进 机器人最后在犹豫中 选择把树枝放在自己的肩膀上 它决定彻底抛弃任务 开心的和小黄鸟返回了森林 它要用一生来阻止战争 和保护美丽的地球 这只小狗想成为一只出色的导盲犬 却总是把女教员绊倒 但它不放弃 而且一定要成为英雄 它就求求 入学的第一天就被女教员拦住 怀疑它身高不够 尽管它拼命的垫脚 但依旧不达标 于是聪明的它还竖起了耳朵 女教员这才勉强让它通过 球球高兴坏了 但学习的路却更加坎坷 由于身高的缺陷 吃饭的时候 别的小狗都轻松取量 它却因为按不到暂停键 撒得满地都是 上课的时候 别的小狗都积极回答问题 而球球却连课桌都爬不上去 这也导致它什么都学不到 每每训练 尽管自己努力的穿过障碍 但女教员却不停的摔倒 就这样 第二次 第三次 渐渐的女教员也对她失去了信心 球球很失落 突然她看到学校英雄榜上的照片 有个比自己还弱小的小狗 这让球球顿时重燃起了斗志 上课看不到 她就拿几本书垫高 按不到暂停键 她就跳起来用鼻子按 渐渐的在她的努力下 学会了所有技能 也再也没有把教官绊挡过 直到这天出了意外 在考核的重要日子里 由于紧张 球球一个不留神 女教官被重重地摔倒 球球被赶了出来 望着伙伴们都授予了勋章 球球难过极了 突然 她看见了一个盲人女孩 正处在危险中 此时所有的挡盲犬都跑了过去 但只有球球能钻过去 矮笑竟然变成了她的优势 她跨过女孩的包包 有条不紊的前进 终于送盲人女孩 到达安全的地方 而这一切也被女教员看到 他们都为球球的英勇骄傲 于是校长还授予了球球最霸气的披风 她终于成功了 所以不管多么弱小 我们依然可以成为大英雄 两兄弟十分想买这部一百元的手机 却因为贫穷遭到手机店老板的鄙视 但两兄弟毫不示弱 还告诉老板 他们买定了这部手机 于是两兄弟决定每天放学 都去村子里帮忙 以帮助别人来换得一元硬币 他们知道只要勤奋 很快就能攒够一百元 于是他们不仅帮别人采茶 也会帮别人拾柴 虽然很辛苦 但他们却无比幸福 兄弟俩的父母为了生计 经常在外打工 哥哥就像大人一样 细心的照顾弟弟 更为了弟弟能考出好的成绩 每天晚上还要帮弟弟补习功课 就这样两兄弟相亲相爱的 努力着 眼看硬币就快攒够了 兄弟俩决定放松下 他们来到小溪边打闹 可弟弟的邪 却意外被大水冲走了 那可是弟弟唯一的邪 还是个孩子的哥哥 又能怎么办 于是他们急匆匆的来到了商店 看着即将得到的手机 又怕弟弟着凉的哥哥 毅然决定先买鞋 他将所有的硬币都倒给了老板 随后赶忙拿鞋 给弟弟穿上 但弟弟就是不穿 因为他更想卖那部手机 原来他们只是想用手机 给远在外地打工的妈妈 打个电话 老板得知后 做出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 弟弟也终究没有拗过哥哥 兄弟俩失落的走出了商店 但老板却咳嗽了一声 还示意了一下手机 兄弟俩一看 原来一百元的价钱上 多了一个大大的小数点 竟然变成了一元 兄弟俩终于得到了手机 也如愿地打通了电话 妈妈 妈妈 我们想你了 我们有新手机了 乖儿留守儿童 这是他们共同的牺牲 妈妈 我们很想你 小男孩被歹毒的父母 丢弃在死亡沙漠里 这里经常有魔鬼出没 并释放白色毒气 所到之处都寸草不生 小男孩只有登上这部列车 才有生的希望 却被列车员狠狠地推开 因为他没有一分钱 突然远处黑云密布 魔鬼已经发现了小男孩 小男孩拼命地跑 想搜寻别的路口 可鞋都跑丢了 也没有找到 毒气越发狂躁起来 加速前进 这次他要吞掉一车人 小男孩被吓坏了 不停地望向车里 希望好心人能帮助自己 突然 他竟看见了爸爸妈妈 他们有说有笑 可就是看不见小男孩 小男孩拼命地敲打玻璃 妈妈却把头扭向车外 他不相信父母会狠心抛弃自己 于是他绕过火车 跑到妈妈的车框下 又开始拼命地敲 可妈妈就是不理他 突然警笛响起 火车似乎有了灵性 也发现了毒气 就在毒气发起猛攻时 突然启动了 小男孩死命地拽着火车 他多想妈妈能救救他 可妈妈就是不理他 小男孩绝望了 突然毒气猛哭了上来 伸出了恶魔之手 死死地抓住了火车 但并没有得逞 随后就狂躁地 弱小的小男孩 前军一发之际 妈妈发现了他 可已经来不及 小男孩还是被毒气抓住 吞没在死亡沙漠里 突然 小男孩被白衣天使唤醒 他是这场车祸里 唯一的幸存者 父母已经失去了生命 登上了那辆死亡列车 所以才狠心抛弃他 原来有些伟大的爱 不单单是付出 还有狠心地让你经历 痛苦和磨难 如果你不配登上这辆列车 请在风浪中好好地活着 有个很嚣张的女友是什么体验 只要他按响门铃 你晚开一秒就会这样 陪他打游戏 只要输一局 那就更惨了 女孩半夜来到男友家出击检查 男朋友虽然在家 却不敢开门 好像藏了什么东西 女孩直接就怒了 于是掏出了加特林 下一秒 此时男友正躲在窗帘后 瑟瑟发抖 女孩环顾了一周没人 这才安静地坐了下来 为了缓解尴尬 男友拿出了自己最爱喝的饮料 叫女孩消消火气 可女孩却只想喝可乐 如果不去买 那就使用导弹 无奈男友只能乖乖地出去买 发死了 可刚回来 就发现女孩正在烧自己的机器人 只因为他长得太丑 然而男友并不敢说一个no 生怕不满意就被炮轰 于是男友决定 制止女孩嚣张的气焰 他拿出了小黄人玩具 想要爆打小黄人的头 以示警告 女友并没有多想 就开始了战争 没几下女孩就被爆头 看把男友得死了 可下一秒 女孩直接就开始装起了子弹 所以和女友玩 你只能输 男友赶忙识趣地将自己的小黄人打翻 还解释是自己有错在先 所以千万不要和女朋友讲道理 吸取教训后 女孩就算乱砸东西 男友也只能笑脸相迎 为了安抚女友情绪 男友又拿出了一个温柔的玩具 只要用刀插进去 中间的小人不弹出来就算赢 可女孩竟掏出了一个 二十来米的大砍刀 男友急了 告诉他只能用这种工具刀 女孩这才放下了武器 于是他拿出了一卷胶带 将小人粘住 这下怎么差都不会碰出来了 所以你要认清 女朋友是不会按套路出牌的 但更可怕的事情来了 这次他看上了游戏机 本来男友还谨记 刚才打小黄人的惨痛教训 可打着打着 男友就开始放飞自我 一脚就将女友踢飞 好了 这下BBQ了 女友直接掏出了火箭炮 所以千万不要试图 在任何时刻打败女友 因为你不知道 他究竟会放出什么样的大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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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